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更扎实 所以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实际上是 首先第一是我们提出了一套 动向自己的一个 机上网络的系统的标准 那么根据这个标准 我们把国内外的 不同的厂商的设备 不同厂商解决方案 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首先是取长补短 第二是在这个系统上 能够形成一套 更加自主可控的一套 解决方案 那么利用这个实验室 这个环境的一个 是对我们先期的 应用场景进行改进 或者说进一步的开发 做一些推动工作 在后期的空地互联的 扩展性方面 可以利用这个实验室 做进一步的开发 或者研究 东航现在已经有 97架的双通道大飞机 那么实现了 空中互联网的全覆盖 而且在去年 2021年的9月底 我们对这些飞机的 空中的网络 做了一个 全新的性能的升级 那么升级之后的 网速基本上是 之前的7到10倍 那么这次升级之后 飞机上的网络的速度 是可以支持 包括像类似抖音 迪站这样的一些 我们常用的视频的应用 在飞机上的使用体验 基本跟在地面使用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所以说这次升级之后 飞机上的网络 它从有没有 更进一步的变成了 好不好 我们东航 在9月9飞机上 也加装了 我们这个 不外带的系统 那么利用这个 我们这个实验室的环境 我们可以和厂家 进行密切的合作 那么对于产品的 先期的测试 应用的开发 还有一些 一些验证工作 都可以逐步的进行 开展 飞机的数字化之后 我觉得 从提升整个 飞机运行的安全 一些有可能性 例外 比如说 当飞机上出现一些旅客 突然突发疾病 我们通过网络 可以实现地面的一些 远程医疗 远程急救的力量 可以进行一些远程的汇诊 第二部分 实际上 它可以实时地 把飞机运行中的 一些数据 运行的情况 实时地传输到地面 一旦空中的飞机 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 一方面地面 可以快速地摆支 而另一方面 就可以更好的 更快速地 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